因为现在有通货膨胀 它每一样的东西的价钱都上了 你的monthly budget上了10-20%很痛 生活费上涨 大家都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尽量节省开支 如果真的要花钱 理财博主许美军的方法 是充分利用积分奖励平台 这天 设计队和他一起逛超市 看他怎么花费 所买的物品合计73元 但美军累积的分数让他享有回扣 最后不用花一分钱 如果我有在那个客户去买很多东西的时候 那我通常会下载他们的membership ad 每个星期我们去买菜的时候都是从N2C 所以我有那个trust 我可以用来收集零点 每次大概是一百多块 零点我每次赚到就是五十或者八十这样 我不只是在N2C拿到零点 我孩子学校的学费也有给我零点 所以这些都加起来会是蛮多的 我一年内可能我是 我是accumulate到两百或三百多块的赚赚 所谓的积分奖励平台 是不同商家推出的优惠计划 让顾客购买商品时能够累积分数 用来抵消下一次的花费 赚取回扣或是兑现成礼券 各大奖励平台的换算方式不一样 评价集团推出的Link奖励计划 每消费一元可赚取0.50的积分 累积到一百点可抵消一元花费 每个月都几乎有两百万名会员会 会用我们积分 除了在这里我们还是有好多的合作商 对吗 这些合作商和全岛有整千个地点 这些客户会员都可以在这些合作商里 使用他们的积分 当他们带他们的家人出去吃东西的时候 不论是小吃 泡泡茶 买给小孩子吃 都可以用来抵消消费 整工总会会员如果使用指定信用卡付费 可获得高达21%的积分回扣 除此之外 超市定期也会以优惠价售卖物品 消费者如果要省钱 可以密切留意 假如说每个周四 星期四的时候 他们来到我们的超市 都能买一些水果 雪糕这些 有好几个用品 食物他们也可以买 也会高达50%的折扣 所以蛮好的 如果要善用积分奖励计划 在消费时就不能太随意 要动脑筋想想 怎样买才最划算 每当我买东西的时候 如果那个东西是有折扣 它是上售 我会想一想我要不要买更多 比如说昨天我们去Nduce买 因为我孩子的牛奶用完了 对吗 然后我看到它有两个盒子 两个盒子就是总共是12盒 有折扣 它原本是4块多 可是如果买两个是12个 它就变成7块多 市面上的积分奖励计划很多 选哪个主要还是看个人的生活和消费习惯 黄秀云选择的是让她无论是购物 出行还是叫外卖 都能累积分数的U积分奖励平台 我目前累积了8万多分 然后这等于400多块的现金回馈 秀云每花费一元就能赚取一分 平台有时也会办促销 例如会员如果光顾指定商家或购买指定商品 每花费一元能赚取高达10分 累积达200分就能享有一元现金回扣 如果她一个月的花费达600元 再用和平台合作的信用卡付费 积分就会加倍 可得到高达18%的现金回扣 U Rewards Club发言人进一步解释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如果我搭一个德式的话 我现在德式很贵 比如说30块的德式 然后我用DBS的优卡 它会给36倍的积分 所以说一个30块的德式加上36倍的积分 我一下子就可以得到1000分 又积分奖励平台推出两年 目前有大约170万名会员 参与的商家有60多个 我们出发点是在看日常生活 你作为一个公民在哪里消费 所以刚开始当然是一些超市 然后银行我们就有DBS帮助 然后像电讯公司我们就有Sintel 保险公司我们就有记忆 我们对外一共发放了差不多有 差不多1500万新币所价值的积分 许美军发现 如果结合一些信用卡和积分奖励平台 一起使用 还能有双赢的局面 两边赚 我先用信用卡来收集我的帮 所以我每一次去NPC买菜货 我日常用品的时候 我就会先收那个零点 然后有一些时候也有折扣 过后我就会用我的信用卡来还 拿我的4毛钱 所以我这样来我就有两个赢 所以我现在有8万多分 我通常会去到YouApp 看有什么特别的促销 再可以换取奖励券 比如说10块钱的GoJet Voucher 需要2000分来退换 如果有促销的时候就1000分 然后我就会趁这个时候 快点去退换这些礼券 然后可以让我省更多钱 话说回来 积分奖励计划虽然具有吸引力 但消费者还是要谨慎花费 避免为了赚取积分而过度消费 我们下期再见